其實我們是為了庭院 而來買這個房子 真的假的 因為我庭院有27坪 裡面實際面積才18坪而已 我第一次採訪一戶人家 是戶外空間可以比室內還大 這個是我當時指定 請建商一定要幫我種的桂花樹 讓我們來歡迎光頭阿公 還有漂亮阿嬤 嗨 歡迎 其實我們是為了庭院 而來買這個房子 真的假的 因為我庭院有27坪 裡面實際面積才18坪而已 我第一次採訪一戶人家 是戶外空間可以比室內還大 這個是我當時指定 請建商一定要幫我種的桂花樹 我們在庭院的時候 就約定有七棵樹可以種 這一棵叫做串前柳 這棵樹是建商幫我挑選的 不是我挑選的 可是它住進來我們家之後 我好喜歡它 我每次都會看 那個陽光灑下來 它在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光線 很漂亮 這個空間真的很舒服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邊還特別鋪了這個石板路 然後小石子 那這一區應該就是 阿公享受的區域囉 我們的泡茶 下午茶都可以在這邊進行 晚餐的時候如果客人多了 我們也會帶到這一區來用晚餐 從戶外走進來室內空間 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室內空間比較小 對 所以必須要用比較有一點弧度的 不會太多的斜角 對 這樣子感覺比較不會有 隨時好像被刀殺到的 這樣子 用人工塗上去 它塗成底漆 對 它是德國的一個進口的一個 特別的一個塗料 它的標榜是它可以吸濕 它沒有任何的加權 吸濕塗料的 對 這個是非常 從班來都不會有 聞到那些味道 窗簾 我都不做 因為我覺得 這就是我們家的另外 裡面很重要的天然塗化 只是說你就是景跟隱私 要擇一就對了 對 我就捨棄我的隱私 你沒有那麼多無聊的人 我不知道現在無聊的人很多 真的啊 他每次都告訴我 人家看不到你的 不過我看你們家 其實很多這種新的 嘗試新的元素 但是這個櫃子看起來 好像滿有歷史的 這個櫃子賠了我們家 快三十年了 這麼久 所以這個要開 還要先開酸 對 對 就這樣 哇 那些茶匙 好像那 真的有老古董的樣子 因為剛剛我們走進來 我就想說這個空間 因為剛剛他們有說嘛 室內空間才十八坪 然後客廳這樣就看完了 那主臥呢 主臥居然藏在一個 意想不到的地方 快帶我們揭曉 誰家會有旋轉門 因為我們設計 我想設計這樣子的一個門 連同所謂的電視的背板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節省了我一個門的出入 我想說有時候我們在這邊 可以看看電視 或是小朋友來看看電視 或是聊天的時候 晚上我們轉回來的時候 追劇的時候它可以用 你就可以在房間 躺在床上追劇 那是 你這樣就省了一套電視的錢 我現在突然發現 阿公跟阿嬤感情一定超好 因為現在床大家都越買越大 你們居然是標準雙人床 還不是雙人床的 明白嗎 因為這個空間 因為我們不願意犧牲 我們的浴室 好 那我們來看看廁所空間 因為你知道這個家 已經不大了嘛 主臥空間就這樣 但他們廁所真的好大喔 就是這個空間太不可思議了 一般人家已經這麼小了 就不會再把空間留給浴室 但偏偏這兩個人很有情調喔 在他們的廁所 打造了非常完美的空間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吧 阿嬤 因為我們兩個人一直 一向都很注重 淋浴的空間 所以我做了一個 比較算是開放式的 有度假風的一個 衛浴室 對 浴缸很大 這有沒有辦法兩個人一起跑 沒有事 不一樣 沒有事 今天一直歪樓 好 來 鏡頭看一下 這邊的馬桶設計是沒有門的 重點是右邊的淋浴空間 也沒有門 不要有壓迫感 到底門得罪了你們是不是 這個家沒有什麼門 反正就我們兩個住 我們兩個彼此沒有意思 廁所大概就佔了 全市的九分之一 可見我沒有多重視它 其實發現空間 雖然你說你們那個不算客廳 但我覺得有做中導設計 也算是很不錯 因為你看我們就可以 舒舒服服的坐在這裡 喝個咖啡聊聊天 也是這個概念 對 那當初中導的設計 是怎麼樣的一個理念 原本就設計這麼大嗎 沒有 原本我們只是在標準的 一個中導設計 原本我們有一個餐桌 那麼後來這伸縮的餐桌 覺得有點佔位置 所以我們就把它取消了 這個餐桌的設計 而且我們這樣裝了這個 木頭的家裝上去 感覺上面它又有 吧檯的設計 又加了顏色 那所以說假如 可以給觀眾朋友一個建議 因為像你們打造的是退休宅 又是夫妻兩人的空間 有沒有你覺得 很實用的建議 可以給同樣 也想打造退休宅的族群 我們這裡是因為 我們買了預售屋 我們先前就有課便 所以如果說有這個計劃 我們用預售屋 也不怕太麻煩的話 就是你可以先用課便方式 然後自己有個想法 像我們的手機裡面 我就收集了很多的照片 對 就是裝潢的照片 其實我覺得就是 先提早做功課 然後把你想法 然後可以跟設計師溝通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光頭阿公 還有漂亮阿嬤 待會我們參觀了一群人他們家 雖然說小 可是逛起來覺得 每個角落都有很多的故事 然後也看著覺得非常的舒服